石川佳淳来中国了 日本女将晒绝美自拍 将从新加坡转机飞成都 北京时间2022年16日星期四消息 这一次的成都士兵赛团体赛 即将满30岁的日本美女石川佳淳 没有来成都打比赛让中国球迷有些失望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粉丝 喜欢石川妹妹 本来希望在家门口看她飘逸的球技 美丽的容颜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 石川佳淳将来中国了 她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张绝美的自拍照 并且复言从新加坡转机去成都 还戴上了中国大熊猫的标志 非常可爱 日本队在今年春天的选拔赛 石川佳淳没有能够进入成都士兵赛参赛名单 伊藤美城早田希娜领衔参赛 其实此番如果石川佳淳来中国成都看比赛 中国粉丝也是非常兴奋和开心的 毕竟在中国球迷心中 石川佳淳的人气是最高的 是最受欢迎的 明天将进行WTT澳门冠军赛 石川佳淳将参赛 乒乓球选手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很多30岁左右的球员就是老将了 但是老将的经验往往更丰富 石川佳淳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他的志向当时要努力冲击2024年奥运会的参赛名额 考虑到他的偶像马龙 如今34岁依然状态神勇 所以未来我们依然可以期待石川 下面我们盘点一下 石川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对手 第一 王曼玉 之前卡塔尔那场太惨了 我们来看看王曼玉和石川的混双 孙颖莎 王曼玉 与日本选手平野梅玉 石川佳淳的女子双打对抗赛 比赛一开始 双方快速进入状态 率先打成3比3平 孙颖莎 王曼玉有点没有进入状态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6比3 孙颖莎 王曼玉没有放弃 一直在追赶比分 很快将比分追到9比10 最终 由于接球失误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率先以11比9拿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孙颖莎 王曼玉 调整状态 首先以3比1开局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不甘落后 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但是孙颖莎和王曼玉 没有给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还手的机会 利用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的失误 率先拿到局点 最终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接球失误 孙颖莎 王曼玉 11比7 扳回一局 第三局比赛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开局 就以2比1领先 但是之后 开始出现失误 孙颖莎 王曼玉 利用机会 将比分反超到6比2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对于孙颖莎 王曼玉的进攻 有点招架不住 导致一直被孙颖莎 王曼玉 压着打 最终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接球失误 孙颖莎 王曼玉 以11比6 拿下第三局比赛 第四局比赛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放手一波 率先以5比3 开局 孙颖莎 王曼玉 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双方一度打成5比5 但是之后 孙颖莎 王曼玉 开始出现失误 石川佳淳 平野梅玉 以11比6 扳回一局 比赛来到决胜局 双方开局 就打得非常胶着 一度打到3比3平 孙颖莎 王曼玉 相互配合 将比分拉到6比3 石川佳淳 亭也梅玉 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但是孙颖莎 王曼玉 没有给石川 佳淳也梅玉 反击的机会 一鼓作气 直接以11比4 拿下决胜局比赛 如果石川 能赢王曼玉 不出意外 再下一场就是对阵孙颖莎 孙颖莎 中国乒乓小将 他在今年东京的奥运会中 两次打哭 伊藤美城 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将 这次孙颖莎跟石川佳淳 到底是怎么样 来比拼的 最开始孙颖莎状态 其实是非常好的 最开始 就以4比1得到了1分 接下来实力 压着脸拿4分 以8比2拉开差距 石川佳淳再拿1分 最后孙颖莎抓住机会 以10比3率先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孙颖莎11比3赢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孙颖莎虽然拿到第一局比赛胜利 双方差距确实大 石川佳淳之前是日本冠军 在孙颖莎面前一点又没有 第二局比赛刚开始 孙颖莎很快先拿了2分 没有想到石川佳淳很快就将比分追平并且反超 孙颖莎利用自身的优势再次将比分追至6平 孙颖莎接连3分拉开差距 率先以10比7拿到第二局比赛终点 孙颖莎以11比7赢得第二局比赛 石川佳淳也是一直在想要办法做反攻 孙颖莎两局都是率先拿到局点 石川佳淳在孙颖莎面前 竟然两局一分都没有拿到手里面 2比0让孙颖莎死死的 把他压在屁股后 经过教练的指导后 石川佳淳第三局开局就打了孙颖莎一个4比1 孙颖莎拿到了一分 石川佳淳再次利用优势拉开比分 以10比5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孙颖莎并没有放弃 他顶住压力连续追分 将比分追到了10平 这个时候日本教练也是喊了暂停 日本教练满脸不干 也是希望自己的选手可以打败对手 接下来孙颖莎连拿两分 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孙颖莎给拿下 大家对于他的信心也是非常大 孙颖莎在接连赢了三局以后 他自信心非常爆棚的状态 第四局比赛时川佳淳把心给放下来 开局就以6比1打出气势 孙颖莎虽然年纪比较小 但他一点都没有着急 稳住心态慢慢追分将比分追至7平 双方谁也不让谁 再一次战至10平 这个时候孙颖莎再拿一分 双方喊了暂停进行战术指导 最终孙颖莎12点10分赢下了最后一局 大比分4比0取得胜利 在最后一局比赛的时候 两个人的比赛状况是非常胶着 在发球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但是暂停回来后 他还是拿下了最重要的一分 孙颖莎在对抗时川佳淳可以达到4比0的结果 看得出来 他在中国小将里面已然算得上是佼佼者 如果这场能赢孙颖莎的话 下面就可能是与陈梦冠军争夺战了 之前乒乓球WTT大满冠赛 中日两位世界冠军名将陈梦 石川佳淳狭路相逢 争夺晋级半决赛的门跳 结果陈梦不但大比分3-1取得胜利 而且第三局还毫不留情地轰出了11-0的比分 将石川佳淳彻底打崩溃 即将与王一迪一决高下 陈梦 石川佳淳都是世界冠军运动员 二人年龄也相近 综合技术 成绩 排名等各方面看 陈梦明显更占优一些 不过考虑到他也曾抱冷输过石川佳淳 而且这次比赛对手的状态也非常不错 所以国拼方面仍然不敢大意 比赛开始后 陈梦以强势胡拳球进攻冲击石川佳淳的防线 很快就打得对方有些抬不起头来 石川佳淳这名选手的优点是技术全面 但缺点则是缺乏伊藤美成 平野梅宇等人的一击必杀技术 整体力量与旋转强度也不及早天吸纳 所以现在逐渐落后于年轻人了 很快 陈梦就在第一局占据了绝对优势 比分一直压制着对手 随后以11-8成功拔得头筹 但平心而论 双方此时的差距还不是很大 石川佳淳利用自己左撇子线路优势 给陈梦制造了一定的威胁 另外进台衔接的速度也比陈梦稍快 所以现在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果然 第二局开始后 石川佳淳又成功咬住了比分 随后7-6实现逆转 给陈梦制造了较大的压力 关键时刻 陈梦也立刻追平了比分 但后面受到运气球影响 而没能反超成功 石川佳淳以11-9险胜扳扳回一城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三局陈梦不能再掉进 石川佳淳的技战术套路当中 所以 V球将球打简单化 尽量不和对方去斗短球 比控制 结果 竟然一顿狂轰滥炸后 以11-0大获全胜 一分都没有让石川佳淳拿到 真是太凶残了 第四局 陈梦依旧是气势如虹 开局就打得对手节节败退 但随后石川佳淳仍然不抛弃 不放弃 非常顽强地实现了反超 关键时刻 陈梦再次发威 连续得分后 以11-7终结比赛 大比分3-1 淘汰石川佳淳进级4强 这时候有人就会问了 万一伊藤美成 或者王一迪 突出重围怎么办 不要着急 我们下回分解 再次发威了 再次发威了